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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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华丽路呢就是泰国的唐人街 本来这条路他们长得就像一条龙一样 然后呢这地方这是转牌 就像龙的头 这龙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点是因为 它算是十龙峻路 耀华丽路和中泰友谊路的连接点儿 现在呢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从事门长得怎样 这转牌呢本来以前呢就是一个人工景观的破步 就是直到那个佛利二五四二年 因为得到泰国国王的许可和支持 就把它建立成一个大门 把它做成唐人街的地标建筑 这地标建筑呢上面有一个牌子写上的泰文 就是 是为了我们泰国国王庆祝的 另一面 就是泰文翻译成中文的那个牌子 写上的就是 圣寿无间 圣寿无间的意思就是 祝我们泰国国王陛下长命百岁 而且那个圣寿无间的那个词 是我们泰国公主呢 是泰国公主的自己的那个提齿 很大 这是我今天开来的这个车 开玩笑啊 其实这个货车呢 这个小货车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果条饭店 好 那现在我们去看吧 这个果条饭店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货车来卖东西啊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目标餐厅 现在我们的目标餐厅呢 看出来呢就不像餐厅 因为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货车一般的餐厅 当然我们不会带你们去吃 但是他们家的果条炒果条呢 是实在是太美味了 如果有怎么美味呢 你要跟我一起去尝了 这果条呢 他们的名字就叫 撒脾气果条 对了 你们没有听错 撒果条脾气呢 就是 可能就是有很多顾客 来吃了这个果条 然后呢脾气不好 所以呢 被店主打走了 那种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呢 就把这个果条呢 叫成 撒脾气果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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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这就是干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系列 这就是蓝牙套 这是什么 就是 这就是 我会想知道 这就是 为什么 它是什么 你认为何ar 我认为何时光 认为何时间如何 认为何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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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认为何时光